這次我已經第二次找設計情務中心幫忙 幫我媽媽安排她的新居裝修 大小跟上次一樣是180呎 我們的要求是有四個獨立空間 包括我媽媽自己的睡房 工人的休息空間 另外亦有兩個客房的空間 是讓我們家人有空的時候 就多點上來陪我媽媽過夜的 這次我們來到黎徐遠這個單位 根據麥先生的要求 設計師挑戰180呎 做到四個獨立休息空間 還有兩個洗手間 原本這個單位的廚房和洗手間 所佔的面積都比較大 所以設計師就把廚房改成這個位置 然後把原本的位置轉為媽媽睡房 為了令單位更加光猛 所以設計師在家具用料上 都是以光白物料 配搭淺木色為主 簡單得來不單調 另外設計師在媽媽房 用上玻璃間隔 增加全屋的通透感 因為媽媽房原先是廚房的位置 在長身分隔下 客廳的冷氣不能覆蓋整個單位 所以設計師就在媽媽房 用上玻璃間隔 在長身加上玻璃燙窗 拉開燙窗後 冷氣就可以覆蓋媽媽房 而且在玻璃間隔 還可以增加全屋的通透感 客人媽媽這間房 除了設備齊全之外 設計師還特地做客人媽媽的需求 在這裡加上一張活動桌 除了下面有輪子可以移動之外 這裡還有一個拉板 可以拉出來 讓媽媽隨時在哪裡吃東西都沒問題 另外設計師在這邊也幫我們做了一個套廁 因為客人要求媽媽和工人姐姐 都需要有各自獨立的洗手間 所以設計師就將原則的洗手間位置 劃分了兩個洗手間 中間加入拉截門 方便工人姐姐收拾和清潔 因為工人姐姐的洗手間空間比較小 所以設計師就特別使用了 連洗手盤的多功能座次 去增加淋浴的空間 而且設計師因應戶主的要求 做了上下位置去放兩個洗衣機 給客人媽媽和工人姐姐分別使用 工人翅中間的鏡櫃 可以打開方便工人姐姐 處理客人媽媽洗衣機的衣物 跟你們工程部和設計的同事 都合作無間 我們的要求比較有挑戰性 例如怎樣可以在有限空間 做到兩個獨立的廁所 還有可以有兩個洗衣機 給我媽媽和工人用 這些很多時候都要現場協調配合 客廳這一大組上床下櫃的 組合傢俱就厲害了 近窗的位置下面是雪櫃位和儲物櫃 上層就是墨山自己的休息空間 間隔櫃可以拉出燙板成為墨山的私人工作區域 打開大門旁邊的小門 就是來到一個神奇的小空間 這裏是工人姐姐的書桌 同時這裏還有一個搭給工人姐姐上樓 上層是工人姐姐的睡眠區 以雙面貴做間隔成為工人姐姐的存物空間 兩個睡房對外都以八葉做間隔 增加透光透氣的效果 亦都可以遮擋視線保留私隱度 設計師在卡座位置加了托門 拉起托門便可以成為一個客房的空間 讓客人留宿 設計師在卡座位置加了托門 拉起托門便可以成為一個客房的空間 讓客人留宿 在卡座位置加上 有一個更多的空間 可以在卡座位置加上 地裏有一些空間 然後可以走開 出門便可以很明顯 在卡座位置加上